几次我也收到DM 裡面找到 enfance 我完全不認為 也覺得差很遠 嗨Mira сист子 La 38 我之前在台灣見面的時候拍過一支影片 然後去過夜市 然後我們就說到KPOP 不如說我們互相選一個KPOP的IDOL給大家 然後再配上適當的衣服 所以欣宜誕生了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選了一個KPOPIDOL給Annaz 然後我選了衣服給她 同樣地她也是要選一個IDOL給我 然後她要選那個IDOL穿的衣服給我穿 這次我要模仿的對象就是TWICE的MOMO 間時我都收到DM或者留言裡面 都看到有人說我跟MOMO有點相似 但我本人就完全不覺得 我也覺得差很遠 MOMO很美 我也很喜歡MOMO 被畫似她我也蠻開心的 不知為什麼這次又這麼幸運 Annaz又選了MOMO給我模仿 唉...我盡我的能力 既然我們兩個要模仿的對象都是KPOPIDOL 所以我們在想應該都用韓國網購比較適合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個偉大的GMarket 我來韓國之前 就是剛剛開始接觸韓國文化 韓國東西的時候 已經開始用GMarket 因為除了她有韓文化 其實她還有一個國際版 就有英文中文 所以是全世界都可以賠送到 她操作上也蠻簡單的 比如是這些顏色 這些size 其實她都會分類分得很清楚 其實除了衣服 化妝品 生活用品 電子產品 家具是什麼都有的 住在非韓國的朋友 可能就是買三副鞋物 或者是化妝品比較多 但就算我現在來到韓國住之後 雖然韓國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網購 但其實我也有繼續用GMarket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韓國很多網購都可能要身份認證 或者是你付錢的時候 過數的過程有點麻煩 而因為我自己本身註冊了GMarket的帳戶 它可以給Credit Card 或者PayPal 然後它有很多不同的賦款方式 我懶得 因為PayPal已經連好了 我的帳戶 所以我一按就是了 或者有時候 因為GMarket其實有一個位置 不過那個是韓國版才有的 它是有一個超級市場的 我多數會在那裡賣送 然後第二天就會有專人把你的食材送上滿 所以我覺得超級方便 如果大家還沒使用的話 都非常推薦大家使用 事不宜遲 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究竟Annaz選了什麼衣服給我 好 首先要開箱第一套 第一套是我自己選的 因為如果說MOMO的話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TiTi NOMUHE 所以第一套就是要還原它在TiTi裡面的那一套 白藍的穿搭 但是我是非常不幸地非常手殘 我竟然是 忘記了要買那件白色外套 我選了在購物車上 然後我忘記了 按LOCKDOWN 所以呢 就只有裡面那件來了 剛剛才發現 我就唯有在家裡 找一件類似我想買的那件 這樣去搭舊 我看到裡面那件是藍色的 長長地的衣服 所以我就買了一件 千藍色的裙子 雖然這次是要模仿KPOP IDOL的穿搭 但是 我希望這樣穿完之後 我之後也可以穿到 所以我還是盡量買一些 之後也可以daily穿的衣服 包括這一件 我覺得這件one piece也挺漂亮 然後我看到它是穿白色的BOOT 我也選了一雙 都是白色 小小桶 然後我看到它是有小小搶的 非常方便穿 因為後面有拉鍊 因為我個人來說 很不喜歡穿一些很不方便的鞋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雙 現在就變身給大家看 我想說這件one piece多漂亮 我先不要說它有小臭 但是我覺得它設計非常好 它不算太厚 所以可能秋天穿會比較適 它長大到膝蓋 這件很舒服 嘩! 好喜歡這件one piece 然後我沒有買的外套 我家裡幸好找到一件類似白色的 第二件就是Annes選給我的 但剛才我打開衣服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idea 首先有什麼呢? 就是有一件西裝外套 但其實我看到西裝外套很開心 因為我會喜歡西裝外套 加上它是冬天的質地 代表我最近可以穿 這個灰色的格仔紋都很漂亮 然後有一件黑色的 小小透的尼龍衫 長袖的 這種衣服都是平時我會穿的 為什麼Annes會這麼有心意呢? 也越來越奇怪了 就是我覺得這件很日常的衣服 我剛才這套是沒有台服 所以我忽然間第二套變成很日常的日常服 然後有個皮裙 有一條皮裙 然後有個袋子 為什麼會有袋子呢? 我想說袋子也挺漂亮的 其實我近幾年都喜歡用小袋子 這個袋子小得來 我覺得它的容量也挺大 但問題是你了 究竟這套會是什麼衣服呢?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我腦海裡一直浮現 因為通常是機場時尚才會有袋子 然後還有這個 黑色的長袱 短袱?中袱? 我從來沒有穿過這些短袱的 因為看到那些鞋帶嗎? 每次脫和每次穿的時候 你都要去選鞋帶 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是懶人的 我自己選鞋的時候 我是盡量選一些盡量不用綁繩就不綁繩 如果它要幫你帶的話 我就會先綁著它 一不一就完全沒有去帶 最好是魔術貼 那好吧 現在換了套衣服 再給大家看 好 我換了回來了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 這次孔眼PASSION 我這個袋子也很像 等一下我問問Annes 究竟是哪一個打扮來的 我真的很好奇 哦 真的是孔眼PASSION 為什麼我直的會這麼準 但是我覺得很像 看外套它選得很好 話說為什麼我要捲著這個卷卷 因為我本來不知道我會模仿哪一個造型 所以我的頭是沒有做到任何東西的 好 那我現在就把頭放出來 然後整個屋給大家看 好了 我摘了邊 先放同一個姿勢 它是這樣的 不是 它是背左邊的 它的西裝樓是有扣樓的 雖然兩人喜歡的裙 但是它的裙是看不到的 它的嘴唇是超級深色的 我先把唇膏塗上 我看到它的唇膏不是鮮紅 是比較暗色的紅 好 那這個就是MOMO的機場時尚 好看喔 我蠻喜歡這一件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西裝樓的長度剛剛好 因為我是喜歡一些比較偏長一點的西裝樓 然後我覺得它的厚度都蠻暖蠻蠻蕩的 這個不錯不錯不錯 我個人是非常滿意它們的質地 但是自己像不像呢 我自己不評論了 大家評論吧 好 已經摘了這個雞了 然後眼鏡的話 其實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怎樣把鏡片拿出來的 其實超級簡單 就這樣 輕一推 剛才這邊很容易推出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有一邊是特別難推的 等一下 我覺得我錯又錯了 我覺得這件西裝樓買得很好 因為它是有這樣的設計 就是它後面有索帶 我是不同的穿搭的時候 可以拉或者不拉 然後它也很長 它也是靠屁股的 然後它手袖這個位置也很長 冬天的時候我覺得 手這個位置沒有那麼容易入縫 是會暖一點的 而且它雖然厚 但是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你活動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好像很 拉著拉著 因為我覺得西裝樓 都是真的一個非常好搭的 一件單品來的 基本上任何一個人 都真的可以擁有至少一件的西裝樓外套 即是冬天一件 夏天一件 即是兩件 TOTO已經是 MOMO這個紮雞 然後戴眼鏡 是優閒得來有少許智性 然後女性得來有少許男生頭 我自己就覺得不像 但我是很喜歡它的打扮 其實我很偶爾 我都會這樣紮雞出街 沒有洗頭的時候 好 這樣三套的穿搭就已經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我們的還原度如何呢 是我高分一點還是Alice高分一點呢 大家看完她的影片之後 再回來留言告訴我們 戴上了模仿IDOL的穿搭之外 我覺得無論Alice選給我的衣服 或者我自己選的衣服也好 都是完全沒有服 我也是完全日常日常可以穿到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每一件衣服的質素都很好 即是她不會說有什麼 可能有線頭 或者是縫得很參差 或者是可能懶了 也有機會 但是呢 這次完全沒有 而且其實基本上 我買了這麼多年Gmarket 我印象中是沒有試過 有這麼不幸的東西發生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一直都在用Gmarket 所以如果大家對韓國的服飾有興趣的話 非常之推薦大家可以上Gmarket 看看有沒有自己喜歡的款式 好啦 記得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就去Annaz的影片看看 看看我選了什麼IDOL給她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幫我按下一次 記得follow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錄影 記得按一下電影和小鈴鐺 就不要錯過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多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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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請來 多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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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心意